欢迎回到电视早餐 台北市公车传出有大有发誓 330位的员工上个月的薪水没有拿到 本来表定的是每个月的16号是要发薪水的 遇到假日就会提前一天 但是呢这个月到了16号早上薪水没有入账 员工很反弹 还传出了董事长说公司没钱 切的员工传出一度要走上街头 而现在的相关单位也在追查 发不出薪水来 到底是不是公司出了营运的黑洞了 15号就要领薪水 大有巴士330位员工却迟迟没领到钱 员工全都很无奈 一整天礼拜五董事长说他公司的钱不够 那不够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花 他说要等到礼拜一看看 一整天下来公关理事长电话更是接不完 第一次遇到公司发不出薪水 急得跳脚要维护员工权益 6号昨天两天驾驶电话就一直来一直来 那我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就今天我等于是礼拜天 我就通知我们四个常务 就叫他们说 那你们回公司 我们去找董事长商量 大有巴士原本都表定16号发薪水 这个月却碰上了假日 按照惯例会提前一天到15号发 但却到了18号早上都没有下文 员工爆料没拿到薪水 330位员工这个月钱没着落 大有巴士急欠将近上千万元 不管他怎么营运正常不正常 跟以前天下都一样 你就是要准时发薪 员工今天在那边坐了要死 结果到最后看不到钱 当然大家反难 不可能不可能 没有这回事 你可以请教我们快快去 我们从来都没有 没有迪迪类的 几十年来大有巴士第一次 没按照时间发薪水 董事长依据没钱 上百位员工反弹 18号上午公司才决定紧急汇款 19号之后才能入账 公司现金是否真的营运出现黑洞 相关单位现在也将全面追查 中文新闻夏军城 黄树文台北采访报道